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随着消费者对素食的需求上升 近年的素食市场商机越来越庞大 除了从饮食着手 亦衍生了不少素货产品 令消费者多了不少选择 Cursina 我们看到香港素食市场 其实趋势不断上升 但如果说素食者来说 其实可能香港非素食者的人数会多些 其实非素食者又怎样看素食的文化呢 首先我们要了解一下 为什么人们会食素 在素食者里面 我们的调查有八成 食素的原因都是因为 觉得素食对健康有很好的帮助 而习食者也有六成的人 觉得素食对健康有帮助 而我们看到习食者 原来他们有买植物性产品的习惯 有八成半这么多 这是产生了一个很大的市场空间 大家都期望原来食素对身心灵 对健康甚至对皮肤也很有用 其实现在市场上 也有很多素食和素的副产品 其实这些产品是否会越来越多呢 还有全国行业大趋势发展又会怎样呢 首先 弹性素食者 我们很相信会成为一个很大的主流 所以现在的新产品 都很针对性 希望弹性素食者 可以参与多些素食界的发展 香港在这个食物科技方面 其实都发展得很快 这个绝对是有助素食产品的更新 和更加多元化的产品会出现 这件事是迎合到更多人的口味 更多创新的食品 除了我们的植物奶 植物肉之外 现在还有一些植物的益生菌 植物的胶囊 甚至植物的骨胶原 这些都是令到我们的素食界 是很欣喜的新发展 其次就是素食产製品的发展 也很迅速 因为我们有五成素食的人士 是很喜欢在家里住的 因为觉得有信心一点 但是又要贪方便 我们香港人生活这么忙 所以素食的鱼製品 正正可以适合他们去用 去煮 所以这个鱼製素食产品 应该是一个大趋势 是的 听听说 这个食品科技的发展 非常之可以配合到 素食市场的文化发展 令消费者多些选择 可以品尝到更多不同素食的美食 没错 随着现代人对健康的意识提升 素食成为一个全新的饮食文化趋势 近年甚至出现了不少素产品 今天请来的企业家 当中就看准了市场的商机 推出素的保健产品 Samuel 你好 我看到你们公司做素的保健产品 都比较特别 其实当年为什么会推出这个产品 还有你们目标客群是哪一类的消费者 其实这个保健产品是我的目标 为什么呢 家人有很多健康的问题 甚至有些离世了 我是退休之后才做的 我以前是做生产设备 我是卖很多生产设备 给一些大的企业 突然之间就从生产设备 跳出来 我退休才做的 是2017年2018年开始 做一些跨境的海外医疗 然后转到保健品 然后发觉在疫情期间 保健品很受欢迎 因为以前大家对保健的意识 对免疫力不太好 但保健产品里面 很多不是素食的 我马上就转移了素食 因为难度是比较高的 成本是比较贵的 还有很多牛骨 鱼皮 那些味道 不是很多人可以接受到 要重新试很多不同的味道 如果适应到素食人士 可以吃了 例如海草的胶囊 或者是用一些素食的产品 来做外面的胶囊 变成素食人士 都可以接受这个保健品 那你目标的消费者是哪一类型 目标的消费者 其实大部分素食人士 都是我们的消费人士 当然是女士比较多些 或者是宗教人士比较多些 或者是外健康 而家里的生活习惯 家庭的问题 他也是会吃这方面的东西 那其实素的保健品 和一般的保健品 有什么不同呢 你刚刚推出市场的时候 市场的反应是如何呢 有些难度的 因为有些草青味的东西 很多客户未必接受到 或者有些有牛骨 有些鱼皮的胶囊 他也未必接受到 那我们要多重去尝试 要调教到一些味道 而是让他们接受 原来没有什么特别 我觉得真的做出来是可以接受的味道 那他便会继续尝 Samuel 刚才也听到你说 其实你是退休之后 再次展开自己的事业 发展这个素的保健品生意 和你以前做的生意很不同 以前你做一些B2B的客户 现在很多时候做B2C 在做这门生意 其实当中有没有一些困难的经历 或者有些开心事和我们分享一下 当然 卖保健产品是一些零售 是一些大众的消费品 零售行业对我来说 我是消费者 但对我来说 如果做生意很陌生 因为我以前卖的生产设备 例如同一间厂 例如华为、中兴 那些大型的国外企业 Motorola、Nokia 那些大企业做 那些产品共积 几十万美金 或者上百万美金 一条生产线都有 由几百万美金的生产线 做到几百元的保健产品 当然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零售我们就重新学习了 当然我也会看很多书 或者请教很多这方面的专家 如何做零售的产品 但也是一个重新学习 我也有兴趣重新学习 虽然退休 但我也希望接触到一些新的事业 但同时我们看到 其实素食市场在香港 是不断拓展 范围、范畴、食素的人也越来越多 市场大径的同时竞争又多了 你是如何保持你们的竞争优势呢 第一在产品方面 我都说产品是行第一的 如果产品不行 做多少推广都没用 因为吃过一次 不翻单就没意思了 我们希望我们的产品吃完之后 它真的能提升到它的好处 例如我们的产品 在加拿大有卫生部的认证 有了NPN 的认证 上网都可以查到 而且主要是它的产品里面 就是有哈拉的认证 有了素食的认证 在产品上都标明了 客户吃得放心 就不是说是假素食 或者吃完之后 可能里面不是真的素食 人士会退却 当然环保的意识越来越多 素食的人士越来越多 现在刚刚就好了 当然市场越大 我们希望饼子越大 不是市场越大竞争 其实我们不担心竞争 竞争是好的 多些产品 多些人推广 大家共赢 没问题 我觉得非常好 其实竞争的市场 你反过来看 可以互相协同 令市场的饼子做得更大 未来你们公司 有什么发展的路向和方向 我们目前的素食产品 不是太多 只有四五款五六款 我们希望在产品方面 加强研发 我们加拿大有一个研发的团队 我们可以搜集香港 或者大陆 或者日本的产品 增加几条战线 像我们的灵脂产品 都是很受欢迎 或者日本的蠟豆产品 都很受欢迎 都是素食的 希望多些选择给我们的消费者 Samuel 你和我分享了很多 关于未来发展 可能是在产品方面 又或者地区性方面 其实你们都接触这么多不同的消费者 都是一些素食的消费者 你们拥有很多数据 数据上 又怎样可以帮到你们 去拓展业务的发展呢 我对于希望透过一些检测 用数据来支持我们的保健品 除了产品之外 譬如区域上 可能现在集中多些 在香港或亚洲 会不会再拓展不同地区呢 当然我们的举阵 我们的平台已经搭好了 我们国内有小红书 有微箱 我们有天猫 京东 有抖音 全部我们都搭通了 也有专门的直属店 我们都有些网红带货 即是我们老人家 都要学一些新的零售 或者叫做网上营销 或者叫做新的媒体营销 我们都已经做了很多 我们的产品不是我们自己买 我们都是在各大平台买 今早未来之前 我都签了另一间 香港本土的一个网上平台 我发觉将来 这个市场是越来越大的 当然有网红 直播大货等也有的 今天多谢Samuel的分享 让我们知道 其实现在 在香港素食市场 发展的趋势 除了市场越来越大 之外还有不少的产品 令消费者有更多不同的选择 今天谢谢 好 多谢